英雄联盟手游新版本中 英雄积分 分路积分 以及峡谷之巅积分等多个积分系统将迎来调整 在新版本中 英雄和分路页面进行了调整 将原版英雄 分路 两个列表整合在了左侧 召唤师们可以通过点击按钮 随时切换查看不同分路榜单 此外 英雄分将加强和峡谷之巅段位的关联性 召唤师段位 特别是峡谷之巅的段位越高 则评分上限越高 召唤师们可以通过提升峡谷之巅段位 与排位段位突破当前评分瓶颈 原有的活跃系数将引入峡谷之巅段位的影响 调整为峡谷之巅系数 现在峡谷之巅系数将同时受到峡谷之巅段位 和英雄近期使用率的双重影响 分路系统中 新增了神通切面荣誉 且该荣誉不会随赛季切换重置 在召唤师们的历史生涯中 不同分路的历史等级越高 高熟练度的英雄越多 则神通切面荣誉的等级也会越高 召唤师们还可以在分路设置展示等系统中 设置展示神通切面 秀出自己的全能实力 在新版本的峡谷之巅中 召唤师们在赛后积分结算时 无论是否获胜 表现优异的召唤师都将获得额外加分 未来 英雄联盟手游将带来更多调整内容 不断优化召唤师们的游戏体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